我们的需求是这样啦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做出来类似这样的字把它放大一点 因为字其实才四个啦 不要那么小小一个 我就字把它改成大概30 SP 然后另外就是字的颜色改成红色的 那更改方式我想前面讲过了 第一个先找到范本的位置 那是哪一个呢 Multiple 就是这个嘛 Multiple这个 OK 然后就把它拖拉过来 到这里 打开来 对不对 选到它的那个view的位置 它的view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check的 所以你将来 你也可以模仿它嘛 有没有新增一个xml的时候 你可以模仿它的做法 因为有的时候说真的 相关的讯息 其实很多书里面也没讲到 怎么建view 其实有些书没提到 那你怎么做 参考就好了 里面就有答案了嘛 对不对 就照它的范本来做 因为有很多东西就是参考 OK 那你至少要有的参考 不然没的参考 书上也没讲 然后怎么办 就要去找答案了 那其实答案就在官网上面都有了 只是说你要去K那些英文的东西 就这样子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里面 我改了一些东西 方法就是说点它之后改颜色 对不对 然后改了字的大小就这样子 其他我想你可以自己再去变更嘛 改完之后按save 并且怎么样呢 把那个程式里面 改一下那个我们的view的路径 view的路径的话 我们本来是android.r嘛 那把android拿掉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android.r 把android的这个拿掉 那他就会参考内部的这一个 我们的那个这个这个sample 好像不是这一个档 是其他的档 OK那没关系 那弄起来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是看到我们的这个画面 大概是这样子 那相关的画面我也把它传上去了 所以我也已经整理一下 那你们将来的话 把它就是重整一下 有些细节部分如果没有 就是有些lose掉没关系 回头可以自己再回头上面看一下 那基本上打开来的位置 还有就是说位置图 这边也有啦 如果你lose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在修改的部分 这里面我把它框起来 那最后的话完成 就类似像这样子 大概照步骤做 那最近的话 因为我的部落格上面 我刚好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 因为我最近有跟各位讲过 就是你如果做APP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网页的方式 完全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 然后就放在网路上 结果得到一些回想 那个回想 就底下有一个 有一家公司 就PO了一些 PO了一个回想给我 他是他就讲了这个 我看一下这家公司好像还蛮大的 不知道是国外的公司 他说有幸看到这么完整的 Fonegap教学文件 因为现在教这一部分的 真的蛮少的 因为要 这个东西才刚出来 没有很久 我觉得这东西OK 所以我拿来教 反正自己花一点时间 设计 准备了一下 然后他就说 后来他就给我看了两个影片 我觉得还不错 给各位看一下 这影片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教你怎么样 然后就这样 那样 这样 就像这样 或者说 没什么